第一次看到這個比賽啊 就是看到學校剛好貼了一張海報 然後那時候就是 剛才國二要升到國三了 非常非常的鬱悶 然後在讀讀就想說 因為小學的時候 常常就是喜歡在電腦上亂玩 然後做些很好笑的動畫 或是喜歡做網頁 然後想說如果有這個機會 讓我出來做個影片 然後說不定就可以修成正果了 然後就無意間 就是一無反覆的參加了 可是第一次參加 卻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順利 就當在構思劇本的時候 就是常常會卡住 然後總覺得說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好像就是限於電影啊 書籍啊 自己看過的東西 有點自私有點呆把 然後就一開始去 就是偶爾搭個公車 然後在街上上步的時候 就是去注意 就是生活有時候成倍忽略 但是卻最為美好的部分 然後就會有一點 增進自己人生 知道話的那種感覺 喔 好用心耶 很認真話 然後就是 就第五屆德的獎 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因為就一進去 然後都得到這麼大的獎 然後到大國三的時候 雖然就是部門還蠻煩 可以參加 怕會贏獎 但是我覺得 就這個比賽對我來講 好像就是讓我找到 找到就是我對創作這方面的自信 嗯 然後 就大高一參加之後 那個 我就卻就是感覺說 嗯 我感覺好 就我就是不斷在發展自己的能力 就是去接受這種不同廣泛的東西 然後就是多去嘗試 然後自己的也會變 內涵也會變豐富 喔 是不是為了參加這個獎 讓爸媽要放心 所以你還去學快速記憶是不是 呃 算是 算是 喔 要縮短 就是要把念書的效率提高 對 讓爸媽放心 喔 我來參加弘基數位創作獎 你們放心這樣對不對 對 然後到第七屆的時候 還為了參加獎 還去學魔術方塊怎麼解 是不是 對啊 就是上去嘗嘗看這樣 欸 哇 對啊 為什麼 呃 一般來講參加 呃 競賽的話通常是 我會的對不對 盡量發揮 但是我發覺你參加獎的時候是 你不會的還要把它學會 然後還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的毅力從哪裡來的 因為 我喜歡學新東西 新東西會讓我覺得 就是學了之後有成就感 然後之後就是 能用的東西越來越多 然後平常生活 像偶爾有人叫我幫我 就是叫我親口幫忙做個影片的時候 我就可以就是承住一手 然後我就說 就讓我來處理吧 喔 可靠的感覺 哈哈 所以上一屆獲得手獎 一個超級大獎的時候 爸爸也好驕傲 因為他也有參與對不對 哈哈 幫忙拍照 他有兩千多張照片 哇 而且還 考上理想的高中吧對不對 爸媽希望對不對 好 我們來熱烈掌聲 謝謝吳哲宇同學 那這一屆你會參加嗎 今天會參加嗎 應該 應該會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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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金感覺已經被訂走的感覺 哈哈 現在累積的獎金已經 五十萬了 五十萬了是不是 那是怎麼樣運用這筆 因為我很喜歡看 所以都還滿大部分 有時候有些會拿來版書 真的喔 對 其他就先撐下來 就喔 好好好太好了 來熱烈的掌聲謝謝 謝謝 我覺得蠻酷的 他的作品都非常的不如 謝謝 謝謝